液压翻转离智能免耕播种机智能喷药机鲜石玉米收获机 8月8日以发展农机新制生产力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为主题的2024加姆斯农机展销会起目 本次展销会展区总面积3.1万平方米 设有加姆斯农机展区、智慧农业展区、大型农机展区、工程机械展区、小型农机展区、农机配件展区、洽谈签约区等12个区域 吸引了维柴雷沃、中国伊托、中联种科等200余个品牌、170余家生产企业和经销商 近日记者走进展会进行探访 目前呢我是这个农机普及率已达到了99%以上 这农机装备水平啊一直位居于全国的潜力 这次农机展呢我们就增加了这个智慧农机、绿色农机 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能让更多的先进的农机产品 在加姆斯农机展这个平台上 对我们加姆斯乃至整个东部地区这个农民百姓呢 带来高质量的发展 这个粮食的单产提高 包括他们的经济收入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办展会的初衷和这个想法 我们是来自山东维方的一家农业装备企业 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机变速、动力换导、动力换向 以及谷物收获机械 最先进呢就是我身后这台CVT无机变速大马力智能拖拉机 突破了一个国外技术垄断 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 然后它适用于在这个东北、西北、内蒙 以及中原一个大地块作业 整车操控全部集成一辆这个右侧扶手箱 俗话来说就是只用手不用脚 与普通拖拉机相比 综合油耗能够降低10%到20% 综合作业效率呢提高30%以上 展销会上智能、高端、节能、惠民成为高品词汇 原来都是一些笨重的一些档杆 现在都变成了电子的了 都是一键就能解决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到这来看中了两台 准备提两台回去 因为呢优机优武、国家政策也好 我们呢既省了钱又更新了这个产品 这个通过这个农机展会啊 我们这合作社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据悉 黑龙江省加姆斯市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 和三江平原重点开发区 是中国农机应用和农机装备制造业 发展最早、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 新中国第一台脱力机、第一台轮式拖拉机 都诞生在这里 历经70多年的发展建设 已培育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49家农机企业 研发生产以动力机械、收获机械为主、橡胶履带等配件产品为辅的 七大门类80余种系列农机产品 广泛供应全国农机市场 我们是加姆斯本土的农机制造企业 有55年的发展历史 由一个原来的小的农机配件生产企业 发展成现在具有30到260马力全系列拖拉机 免根部有种机 还有这个接杆打包机 包括今天我们最新展出的这台玉米收获机 这款机器的这个优势呢 就是油好小 然后脱离干净 我们现在这个销售网络呀 覆盖到黑龙江、吉林、内蒙、辽宁、青海和甘肃 未来呢 我们企业呢 也要更好的拓展国际市场 据我们了解呢 现在这个市场情况就是像韩国和日本 都是小地块 都需要这个中小马力的这个农机产品 欧美市场呢 就是地块比较大 然后就需要这个就是大马力 200马力以上的这个产品 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在逐步的在研究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情势 然后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呢 研发不同的这产品 目前 加姆斯市联合行业顶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成立了省级智能农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设立了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分中心 加强中党型、智能化、复合型农业机械设备研发应用 域内五所院校开设农机相关专业 设置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相关课程 储备技能人才超2000人 未来 加姆斯将以打造北国农机城为发展目标 加快推动重要农机装备国产化替代 把加姆斯建设成为大马力农机示范先导具 加以io真的cell的并ب上 divorce 请营卖